昨天為什麼會收壓件件 因為有一個關鍵證據 就在7月5號的時候 當時竟然有一個簡訊 是交給他的這個幕僚 失信的幕僚 失信的幕僚還是告訴他說 現在檢方會對我有 什麼樣的一個偵訊 我要怎麼樣的答辯 我把我的答辯的內容給你了以後 你再去通知其他的人 結果這個就Bingo 表示說你現在這個時刻 你還在串控 而且你的助理還在幫你串控 還在幫你這個所謂的溝通 結果現在出來是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他把手機交出來 而且他交了一個新手機 本來都看到這個新聞我嚇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 今天鄭文燦會被羈押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人 也就是在7月5號的時候 LINE上透過他的私信助理 竟然跑去串控 也就是說我偵訊的筆錄法官 可能會問什麼 檢察官可能會問什麼 我們通通把它整理完之後 一一的傳給各個被告 所以他被羈押 但這個時間點是在7月5號 但不好意思就被人家發現 這支手機竟然是新的 而且是全新辦的 代表他過去的LINE帳號 他們現在查到說 6月9號以前 全部刪掉了 紀錄通通刪掉了 保安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大重點嗎 代表鄭文燦一聽到要搜索之後 他把這個6月9號刪掉 那請問一下 6月9號之前所留存的紀錄 只有華雅科學員區這個案件 當然不是 但會不會有跟其他派系有關 會不會有跟英系有關 會不會有其他案件會連環報 所以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嘛 等於是鄭文燦為什麼今天要被擠壓 為什麼檢調一直講說 他有逃亡穿公司儀率 因為他穿的 不一定是我們講的 華雅科學員區這個案件啊 因為還有未浮現的人 請問一下鄭文燦把這個手機刪掉 到底是不是為了要保護華雅科 還是要保護其他的案件 還是要保護其他未浮現的案件 當然未浮現的 當然是未浮現的嘛 各位所以這個最可怕的在這邊 當他69號刪掉之後 他變成一個斷點 而且這對抵是什麼 未來檢方真正要把他壓下去 積壓的一個重要的方向嘛 又不是只有你的LINE紀錄才會有的 檢調是不是七年前就開始監聽 檢調是不是最近這陣子還有掛線 還有監聽 包括連我們講的 他跟這個案情相關人 跟他妻子的對話都有了 所以這個反而會變成什麼 變成是落實他畏罪 而且鐵證如山的一個根據嘛 因為我如果監聽到這份資料 結果你在LINE上面 把紀錄全部刪掉 那個什麼 滅陣 滅陣最佳一等嘛 你知道康星文版面 只有一個意義是什麼嗎 證明鄭文燦 這個人為罪嫌重大 再第二個 跟這些鄭文燦有聯繫的人說 你們小心了 因為就算紀錄三調 但我們的眼睛 已經通通盯上你們了 鄭文燦7月5號 用了一個LINE告訴他的秘書 將他所有的答辯內容 全部交代出來 更誇張的是 原來在當時的一些地主 都已經在通話了 通話當時的地主就已經講了 他們就已經感覺到了 我的電話不趕緊 有人在監聽 代表這個監聽已經很久了 玉寶 是 剛剛講的 原來我早就已經傳透了 今天這個 根本就是一個生死局 今天這一局 根本就是讓你 進得來 我讓你出不去 其實我們今天下午兩點 就一直關注說 到底什麼時候會裁定 到底是交保 或是增加金額的交保 或者是積壓 但其實高院告訴大家 昨天我幫你都把裁定理由寫好了 你今天把我複製貼上就好 但令人驚奇的一點是說 在裡面有提到有一段 他們在被告鄭文燦 在113年7月5號應訊當天 用LINE的通訊軟體 傳送訊息給他的秘書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還記不記得 7月5號那一天 500萬交保 這時候高院就告訴你說 他會不會用LINE 去幫你 現在原來他們早就都知道了 檢方知道 高院也知道 就你桃園地院傻傻的 搞不清楚 還給人家500萬元交保 所以為了這一次 三度三關 一定要把志文燦壓起來 直接告訴你 太大門走大陸 非牙不可告訴你說 他用LINE 然後傳給他的秘書 訊息內容跟被告應答時的 答辯方向相同 可見被告應訊時 已經有管道得知 檢察官的偵辦內容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桃園地檢署 我為了羈押 我為了羈押你 鄭文燦 我可以打我的臉給大家看 我們的偵訊被洩漏了 但是沒有關係 這些錯誤 我不會隱瞞 我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把鄭文燦壓起來 因為有內鬼 難怪 昨天的高院就講 特別強調他有實質影響力 而這個實質影響力 即使是桃園地檢署 用盡各種辦法 要將鄭文燦收壓進見 但是我的收壓的理由 我的所有的工房的方向 我都已經讓鄭文燦知道了 對 所以這一篇看下去 你看那個寥寥幾個字 其實這是非常可怕的 第一個原來鄭文燦在桃園地檢署 還有人 他還可以拿到訊息 第二個 鄭文燦周邊的人都被剪掉監控 你這些畫面看下來之後 你看到的就不是鄭文燦 看到的就不是祂的祕書 如果鄭文燦跟地主之間 跟白手套之間 你被監聽那是合理 你的秘書 秘書的友人 其他的家人 你全部 全部被摟在一起 那到底這個案子 就不是我們之前講的 死案夥伴喔 他不但夥伴 還加大火猴 連勾 勾擊到的人 一個一個勾擊出來 所以鄭文燦進去之後 後面一定還有其他人 好 當然講到 鄭文燦如果用LINE通訊軟體 給他的秘書代表 他非常相信這個秘書 當然講他也認為這個管道 非常的精密 如果連這個管道 都被洩漏出來 那鄭文燦這一段時間裡面 從五月 六月 七月 你做的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都已經被錄下來了 所以這些資料 搞不好不止這一些 一定還有更多 而且人數一定還有更多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 今天的減掉工房 減工房的時候 其實劇本都已經寫好了 你看這個球車出去的時候 就留這一台警備車 留著給你 一人一車專用 把你送到地間 你說這一台是留給鄭文燦的 對 就留給他 你就一個人 最後就是把你給送走 送到監鎖裡面的梅港是什麼 你是新收犯 你新收犯來講的話 一般來說 你先丟獨居房 明天有空再來處理你 可是你知道嗎 5點57分才定收押之後呢 馬上就告訴大家 哇 你既然準備好便當了 你既然準備好 三個同房的一個被告 而這三個同房的被告呢 都是怎樣 案情單純的被告 等著跟鄭文燦同住 你這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你說不可能 隨便找三個人跟你同住 如果鄭文燦 不管你怎麼樣 你都是台灣重要的人物 如果你今天到了監察 到了監獄裡面 到了看守所裡面 你有一個叉子 有一個三長兩短 監獄是承擔不起的 所以這三個人 一定是經過詹密的調查 對 這個詹密的調查 絕對不是一時一刻 絕對不是隨便找來的 5點55分才定收押禁見 5點57分才定之後有沒有 還不可能讓外界知道 還有文書作業時間 所以你現在可以在5點20分 就告訴大家說 我幫你準備好 三個roommate 三個室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 船後耶 早就船後了 早在之前 我就先幫你勾選 哪幾個人是比較OK的 可以跟你同房的 或者是早就在幾天前 準備好把它移間 準備好一間 三缺一 這就是恐怕的地方 我三缺一 我先把這三個放好 留一個位置 等一個人 等誰 等鄭文燦 不然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不可能效率這麼好 我沒有看過這種新收犯 可以馬上 22分鐘之內 幫你準備好一個便當 幫你準備好一個監容 幫你準備好你的同 幫你從房的被告 這個對過去來講 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先準備了 立東 你跑了這麼久的 司法新聞 解釣的新聞 你從沒有看過 這一次這麼樣的緊張 而且背後這麼大的一個手 這個手非常清楚的是 它是一個天羅帝王 今天就算你桃園地方法院 想要富裕頑抗 我也要讓你完全屈服 其實這次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節奏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膽戰心驚 7月5號 這個時候500萬元交保之後 馬上就告訴你說 可能會用LINE來穿正 甚至把一些不能夠曝光的 監聽藝文都弄出來了 我今天去那個地方 然後老婆先誤我 急傳賀文 然後我進去之後 拿著一個提袋 把這個東西放到茶巾下面 還跟哲文餐比了一個誤 結果哲文餐告訴我說 哉啦 哉啦 如果這個東西是監聽藝文 能不能洩漏 不能 不能洩漏 但是有沒有被寫出來 馬上被寫出來 馬上被寫出來之後 就提醒你地院 你趕快把人壓一壓 結果還是不壓 第二次500加700 1200之後 馬上又有其他的一些內容 慢慢的曝光 慢慢的曝光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寧願失去桃園地檢署的微信 我也要把你鄭文餐給壓起來 這個案子沒有其他的考量 這個案子就有一個KPI 壓掉鄭文餐 所以鄭文餐今天進來之後啊 其實你這個臉 大概我覺得他恐怕是心裡有數 今天沒辦法回家吃晚餐 而且你講說今天這個結果是在什麼 是在昨天的下午3點45分決定的 昨天高院在3點45分才對4個發新聞稿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不急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裁定 我們可能要等到明天 3點45分這個新聞稿出來了以後 不到一個小時4點多就說 不 我們現在的月間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來的快 我們今天就可以裁定完成 到了下午7點半左右 這個裁定就內容 而且剛剛講的 今天桃園地院所有的裁定內容 基本上是跟昨天高院的內容 幾乎是一模一樣 代表昨天有一隻手 有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你高院想要多撐一天 我都不讓你撐過去 辦案是有節奏的 昨天的節奏就是下午3點半的時候 告訴大家可以回家了 不用再等了 高院的記者同業們 大家都不用再等了 今天不裁定 這代表意思是什麼 下班了 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 因為這是社會矚目案件 適緩則緣 可是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4點半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不用擔心 我們的月券速度超前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我跑檢調第一次看到說 我們的法官很認真 券已經看完了 過去來講沒有這種案例 但是為什麼要壓著你 一定要跑出這個東西來 就代表說 上面不高興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跟大家講 你高院不是一個法官能夠決定的 你高院弄好這個裁定之後 你要告訴你的庭長 庭長要告訴你的院長 你要整個東西把他留成 他竟然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 決定了 改變了 改變了 我們今天就要裁定 然後呢 在過了七點半之後呢 我很少看到 高院下班時間 還這麼認真的 下班還弄 高院是二神 以為是做牛做馬的第一月嗎 下班了 然後告訴大家 洋洋傻傻這些理由 告訴你說呢 所以你說 高院很少六點以後 還發新聞稿的 五點半 五點半 所以這到底比說 這個東西弄來弄去 然後呢 辛辛苦苦 你覺得這三個小時在幹嘛 我在幫你地方法院 寫裁定書 我來教你寫 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 那今天答案出來 是不是就是複製貼上 只是多了一個驚奇 讓告訴大家說 原來鄭文燦 阿嬢阿嬤 所有的人 重要的人物 都被監聽了 這些東西都在我手上 甚至桃園地檢署的偵辦方向 也涉嫌泄密 但沒有關係 反正 我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淹淹起來 如果大家還有意見的話 再來找我高院算帳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打很多拳都是打組合拳 組合拳 你也是剛剛講的 我除了檢調單位弄了以後 我的媒體也會有動作 我有很多的訊息 真講不講 你今天敬酒不吃吃發酵 我一開始就把你收押 你不收押 然後我就把監聽藝文給丟出來 監聽藝文丟出來以後 你五百萬怎麼進去了 弄什麼袋子進去 用黑色袋子進去 然後你放在茶器底下 我幫你一時交代出來 那昨天應該要講到 五百萬壓不住 壓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之後 我覺得更妙事 搞了半天 不是說鄭文燦7月5號 用了一個LINE告訴他的秘書 將他所有的答辯內容 全部交代出來 更誇張的是 今天又有一個新的訊息 原來在當時的一些地主 都已經在通話了 通話當時的地主就已經講了 他們就已經感覺到了 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監聽 代表這個監聽已經很久了 這代表說 當初在辦的時候 有沒有上線 有上線 上線之後呢 有沒有人去拿這一文 有人去拿這一文 這些東西都是清清楚楚 債券可擊的 然後呢 山地主在監聽過程的時候 還直接大啦啦的 來 我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順便問候線上的朋友 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對偵辦的人員 檢調人員 都是非常非常 拍垮咧 但是這個東西沒關係 我就是把你寫出來 目的就是把鄭文燦壓起來 好 共產黨的鬥爭就是 鬥垮賢鮮鬥臭 我敬酒吃 不吃吃拔酒 我要幫你送進去 你不進去 我就開始鬥臭了 對 那為什麼 鄭文燦一定不能進去 他很清楚 一個明白一件事情 只要一進去 收壓 你只要一擠壓 怎麼樣 三年停權 停權三年 各位停權三年 他真的生命就結束了嘛 他如果進去了 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案子 叫做華雅科學園區 包特哥 會不會有兩岸 三岸 四岸 五岸 六岸 七岸 就馬上槓上開花了 所以這樣我能知道 我絕對不能進去 所以你想想看 這時候挺陣的力量 在這邊 捷徑洪荒之義在 走入這個堡壘 好 宇軒 另外一個要講的 現在感覺是 院前有不同的一個想法 你感覺到 在這個桃園地方法院 有一股的力量 在去保護這位菜 那一講就嘴巴說說 沒有 今天才講 一開始不是第一次五百萬交保 五百萬交保說 那個三十多歲的法官 他的爸爸 竟然是鄭文燦 當桃園市長時代的 政風處的主任 中間尊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那講說那只是好運氣嘛 那剛好他就排班 排在這個時刻嘛 就搞了半天不是 原來他擺了那個時間 要休假的 他是掉了假 專門等說 他原來鄭文燦這邊 也知道要出事了 因為知道要出事了以後 我也把錢準備好了 我也把人準備好了 我就準備來開這個偵察庭的 桃園地方法院 現在已經成為鄭文燦 他的政治生命 最後的一個堡壘 現在出現這個狀況 堡壘 你想想看 現在是檢方 是不是好像有一個無限力量 對 不斷推動 不斷推動 他要推動什麼 就要把鄭文燦 收押禁戒 收押禁戒 那時候收押禁戒 而且給你發生說 我要收押禁戒 你不可 我當庭抗告 你想當庭抗告 那只是一個明的手段 私底下 我就把我的監聽議文 我就把我的資料 一個一個就把你丟出來了 我們常常講 共產黨的鬥爭就是 鬥垮嫌仙 鬥臭 我敬酒吃 不吃吃罰酒 我要把你送進去 你不進去 我就開始鬥臭了 對 那為什麼鄭文燦 一定不能進去 他很清楚 一個明白一件事情 其實熱鬥已經是明面 他不是我們講暗地理 民進黨的連政 委員會跟你講說什麼 你只要一進去 收押 你只要一擠押 怎麼樣 三年停權 停權三年 各位 停權三年 他政治生命就結束了嘛 那寶萊哥我問一下 鄭文燦為什麼 敵死都要透過 所謂的逃云地方法院 這邊不斷的 有一個一股支持他的力量 就是不讓他進去 他如果進去了 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案子 叫做華雅科學園區 寶萊哥 會不會有兩岸三岸 四岸五岸六岸七岸 就馬上槓上開花了 所以鄭文燦知道 我絕對不能進去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時候挺正的力量 在這邊 捷徑洪荒之一在 守護這個堡壘 包括我們講的這個女法官 這個鄧欣女法官 你知道廟是廟來什麼嗎 原本她的輪職時間 是十二號 結果很怪 那鄭文燦又進來的時候 她剛好 不知道接受到什麼樣的消息 突然說 我自願提前一個禮拜輪職 所以才會剛好巧合 從十二號轉成六號 對嘛 所以轉成六號了嘛 所以才會剛好遇到 鄭文燦這個案子嘛 就接著這個案子嘛 那就這麼巧合的是 這個案子發生的時間點 華雅科學園區在哪裡 2017年 那你知道這個鄧欣女法官 她爸爸那個時候在幹嘛嗎 就是鄭文燦的鄭鋒署長 她擔任桃園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鄭鋒署長 對 所以她是相關關系安息人嘛 所以這代表直接是 直系寫親也沒有在跟你演好不好 關系人 直系寫親就來這邊 來擔任她的主審法官 那擔任主審法官之後 她有沒有一路呼到底 當然有 各位我知道 很多人在討論說 鄭文燦為什麼那個鈔票啊 有辦法這個兩千塊 那五百萬直接就生出來嘛 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他提前知道金額 他就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對齁 他如果提前知道金額 他就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我如果連法官都可以安排好 錢當然要先準備好 不是啦 這法官都可以提前一個禮拜 來做防守 來來來 這個局我來幫你扛 我來維視 然後同時交保金額 這時候你還會好奇 為什麼要兩千塊嗎 因為在我看來 這兩千塊極度挑釁耶 這兩千塊極度挑釁 你要嘛就用一千塊嘛 因為兩千塊 你不能突然生出來的東西啦 代表我去生一個兩千塊 然後這兩千塊呢 我就弄成這個五十塊 弄成不管 反正就是五百萬的這個捆術 然後呢 就是用一咖提前就 好 你要是不是 我就放在這邊給你嘛 代表 這是我的地盤 我會把你抗抗抗抗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微笑離場 對嘛 所以那一天他笑得很高興嘛 他笑著離場 代表說我在桃園地院這個地方 有一定的勢力 你就是要保我鄭文燦 我很清楚我在這邊安然無事嘛 但鄭文燦為什麼到後來 敏昌人聊起來啊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有另外一個人 敏昌人聊起來 這個人是誰 就是賴清德啊 賴清德在長老教會那個時候 追思禮拜的時候 各位他那個臉色好看嗎 不好看 對嘛 難看得要死嘛 我只可以說 不分黨派不會和人 重點是 只要涉及非法 賴清德還會撐一下 他的表情控管 你要看旁邊那個林俊憲 你看一下林俊憲那個表情是什麼 好大你別想去啊 整個臉都走到旁邊去 不知道怎麼說啦 林俊憲嚇死了嘛 他直到賴清德動怒了嘛 五百萬元交保 他馬上就講誤完誤重 就剪掉你給我再來 就剪掉你給我再來 有 當庭馬上在抗告 代表我一條準備好了嘛 剛剛講的 他的這個戲 他的臉很有戲 對嘛 林俊憲 你看那個眉頭拜託我 蒼蠅到被你夾死了好不好 從頭到你表情凝重 所以後來有沒有抗告 有啊 抗告我沒有成功 有 為什麼 因為到了高等法院 那高等法院顯而易見了 這就脫離了我們剛才講的 所謂的堡壘的那個部分嘛 鄭文燦堡壘的部分嘛 桃園地方法院的堡壘 對嘛 那就高等法院 給出一個更有意思的裁決 高等法院 對 高等法院你知道他裁決說什麼嗎 他在講一個故事 他講說你地方法院給我這些 但是在我看來 鄭文燦呢 他具有這個逃亡的疑慮 而且呢看起來也有串控的疑慮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說服我說 他沒有逃亡沒有充控的疑慮 我覺得我足難採信 你的理由沒有辦法說服我 所以我發揮叫你重審 保利哥你知道這個有序在哪裡嗎 有序在哪裡 理論上來講高等法院 他做的是什麼 程序瑕疵的審查 也就是你用的條文合不合理 對 你的條文合不合理 程序上有沒有瑕疵 甚至你人有沒有利益迴避 他應該按照這種形式上 因為他不對 主觀意願做判斷 結果高等法院今天做的叫什麼 主觀意願 這叫指揮判決 你應該這樣判啦 你怎麼會判成這樣 所以他馬上把他發回去了嘛 結果你知道更嚴謹的是什麼嗎 定文法院用一模一樣的理由 我再送你一次 保利哥你不要誤會喔 不是同一個法官欸 是不同法官用同樣的理由說 我就是要交保他啦 不然你要怎樣 雖然這樣他已經講的 被告被告就是這個位置 證問他在這個涉嫌重大 涉嫌重大你就受壓進去了 沒有 涉嫌重大 但是因為其他人都壓了 所以他不用壓 另外有一個是洗錢防治法 可是檢察官員講 洗錢防治法本來就不是我的重點 你只會把洗錢防治法 拿來當擋箭牌咧 對 本來所以你說 這個細事就用在來嗎 因為第一個他原本說500萬 500萬太少了 鋼組的都1000萬 你哪500萬而已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說好啊 那我給你再講 我就給你在那千里啊 但是我還是要交保啦 是財衡運嘛 地緣這個東西動作 等於是跟所有賴清德對著槓喔 因為你仔細看 現在已經不是只是賴清德總統在講 包括誰 卓洛泰經理也再次在強調喔 他說我才不管你是誰 我也不管你是何方神聖 他說我全國都要開始掃黑樹灘 而且他說 絕不留情面 也沒有上限 沒有人可以信免 也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所以他意思說 我要你死就要你死吧 因為今天鄭文燦死守這個原因 很簡單 而且他大動作 這法務部警政署 刑事局跟內政部 全部都動起來 因為鄭文燦很清楚 為什麼我講地緣是他最有保 第一個是他的地盤 他至少還有影響在這邊 再來他很知道 我只要被積壓進去了 我的政治生命從現在開始就已經正式結束了嘛 但是賴清德為什麼打死就要把他壓進去 因為賴清德的起身炮 要從鄭文燦被壓進去才開始嘛 我今天如果連鄭文燦我都壓下去了 誰不能壓 對我誰不能壓嘛 那其實各位 你不要以為說賴清德他會自己下指令 沒有 他下指令的就只有鄭文燦而已 對自己人下指令 我自己人 我自己的心潮融龍頭 我自己來辦 那緊接而來的 各位 請問一下你覺得其他的 這個我們講的 對啊 卓榮泰就講 我有一個綠能掃黑素材 綠能掃黑的講什麼 是雲林議長 是國民黨 而且卓榮泰還有在補充一件事情 他說全台灣都會開始動起來嘛 全台灣的檢調都動起來嘛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嘛 因為一定要把鄭文燦這個東西給喬下來 給戳下去 給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 保留給我訪問一件事要了 請問一下北檢還需不需要賴清德下指令指揮 他們才會去辦科學 當然不用 不用 嚇都嚇死了 皮都封緊了 只要賴清德開綠燈就可以了 難道花蓮地檢署會不會開始 也開始去動腹關起 當然會動腹關起 所以全台灣雲林這個問題 這只是一個案件 因為賴清德非常需要這個起身炮 只要這個東西給打響了 敲下去之後 我給你保證 全台灣的地檢署 根本連吹都不用吹 開始一個叫做大掃黑時代 大清洗時代 真的要來洗敵人心了 好 所以後者 剛剛講的 檢查官擺就是如狼似乎 檢官擺就想辦案 而且檢查官喜歡辦大案 辦大案才有前途 以前什麼 我是把你繩索 把你檢查官抓著 讓你不能動 現在真的要放開了嗎 剛剛講到的 從你現在賴清德的講話 從卓蘭太太太講話來講的話 真的一場大清洗開始了嗎 我們剛剛講過嘛 這個案子經過 之前經過四個檢查官 兩次檢查官 以前都不能辦的 突然就可以辦了嘛 你就特別挑出來的嘛 賴清德在 彎李教會那個講話 我覺得剛剛都漏掉一句 他講了一句 打炸掃黑樹 攤是目前政府做到的工作 然後呢 目的是要維護 國家的生存發展 社會的安定 以及人民深刻的期待 他跟你講的是什麼 你現在鄭文燦是 國家生存發展 社會安定的威脅 這是上綱到敵我矛盾 不是內務矛盾 這是敵我矛盾 不是內務矛盾 他講的這句話是這個意思 這句話不能 這句話比那個什麼 不分黨派重要 他講你是 這是維護國家 生存發展社會的安定 所以你現在的 鄭文燦是影響到國家 這個是敵我矛盾 他已經上綱到這個層次 所以是非辦你不可 他現在走的是 當初習近平那個路子 我一邊肅清 一邊肅丹 一邊消除政敵 他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現在只是說 到最後到底要辦到什麼程度 現在的狀況是說 已經鬥垮 已經鬥臭 我要不要鬥死 要不要壓 要壓的話 就是我不只鬥垮鬥臭而已 我鬥死 我要鬥死你把你壓 把你關進去 而且你剛剛講的 什麼叫鬥死 可是我不只是說 我把你壓進去 重點在於民進黨 連這會那個 你只要一壓進去 三年停止黨權 三年停止黨權 你在未來 等一下要講 你這總統大選 地方首長選舉 你都沒門了 我覺得他本來基本上就沒有 這個案子就已經把他 定在池戶柱上面 基本上來講 你今天一個貪刺打上去 你說賴清德再怎麼了 所以你都不要想再起 黨內的東西也沒你的份 可是賴清德跟蔡英文不一樣 蔡英文會擺出一個 我是總統的那個姿勢 賴清德的狀況就是怕別人不知道 怕別人懂 怕我講的不夠清楚 所以在彎裡那個地方 才會有一個那麼近 可以堵麥的狀況嘛 什麼時候 他就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說 我就是要搞政文燦 你們看不懂的 現在要看懂了 對 連政會也是一樣嘛 連政會 從來沒有那麼快開過啊 什麼時候那麼快立案 不是 哪有說收壓進去 照講你起訴都還沒起訴 光是收壓進去就給人家停權 而且 停權一般講 你說像的什麼 邱莉莉那個不用提權一年 不然一天停權就停三年 可是他現在的狀況就是 就是我就是立案的速度 有史以來最快嘛 哪有人才剛被 剛被升壓的時候 馬上連政會就已經講好 說我馬上就要開會 一開會之後 還沒有結果 就說你只要被壓 我就給你三年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就是賴清德要我這樣做的 我賴清德就是要給這個人再死 現在的狀況是說 你到底最後現在看的是說 因為院方一直都在擋 當初四次請搜索票 院方都不准 現在兩次升壓 院方都是交保 像看他們院方跟檢方的攻防 最後的結果 那個最後結果 我告訴你說賴清德的意志有多強 你不要跟我講說 是你們兩方在打 不好意思 賴清德要壓就一定壓得真 最後如果壓進去了 那民進黨內 我覺得多好會有一點反彈 因為我覺得 他們會覺得說你這個做過頭 假意實在話 一個案子你把他鬥垮鬥錯 我覺得民進黨內 沒有總做這些事情 民進黨有種的人 他現在也沒有辦法 在民進黨內生存了 現在在民進黨生存 剛剛講的 現在鄭國會已經倒過來了 現在其實能倒的都倒過去了啦 賴清 我覺得賴清德的想法就是這樣 賴清德的想法說 人都在我這邊 全在我這邊 不然你可以拿我怎麼樣 可是說你最後就看鄭文燦 你到底手上什麼東西可以反撲嗎 說如果他真的 你真的把他逼到完全沒有路走的時候 那不咬也得咬對不對 好 所以混成 剛剛講的喔 昨天在講 我未來是以經濟發展 強化自然 雙主軸 而且在掃黑樹山上 絕對不留情面 也絕對沒有上限 保健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股市其實也是來到了一個 應該是履創新高的情況 所以換句話說在經濟的這個部分 賴清德還有左幕的空間嗎 沒有嗎 蔡英文已經做得很好啦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要立威這件事情 你要用什麼來立威呢 當然就是速貪嘛 尤其是打炸這件事情 而且喔 你不能只打藍的喔 像上個禮拜你打 你抓了那個雲林的那個議長 這雲林議長的風險很高啊 之前的議長也被抓去 換這個新議長沒多久 又被抓去 而且同樣都是光電的案子 那你說打雲林議長的這個案子 有引起社會很大迴響嗎 沒有 沒有嗎 為什麼 因為是雲林議長 大家對於雲林議長好像 這個位置好像 剛好而已 特別容易被抓去關 但是你要知道喔 他今天砍的是誰 是鄭文燦耶 是自家人耶 如果我今天連我自家人都砍 誰敢跟我挑戰 誰敢跟我說我偏頗 所以現在為什麼要砍到鄭文燦 而且他分量又夠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來在自己的黨內立威 以前不是鷹派政國為什麼 現在還有嗎 現在誰敢挑出來說什麼 現在我就等著看 在7月21號的全代會 我跟你講 現在的實習的中常委裡面 新草聯有三席 英席有兩席 政國會有兩席 蘇席一席 勇嚴一席 綠色友誼一席 那我等著看 721出來之後 還有幾席 還有幾席 還會不會變成是 所有這樣講的全部都變成 賴系 沒有其他的 所以人家就會有人 所以你說這有台傑尬稿的效果 我今天在全代會 我對鄭文燦都敢這樣下上手 所有人只能把兵權雙手奉上了 那譬如說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你說政國會已經倒過去了 為什麼 因為陳廷飛被政國會署名 陳廷飛他也要爭取中常委 陳廷飛想要選台南市長 可是台南市長最怕的就是徵召 而徵召這個決定是在中指會決定的 如果我可以進到中指會 我可以進到中常會的話 這樣子我還可以擋一下 如果我連中指會也都沒有 中常委也沒有 我就讓你予取予求 說明一點 畢 譬如說你現在要徵召 我今天陳廷飛 連說NO的機會都沒有 對 我要讓你連NO的機會都沒有 是什麼樣的 就是我不要讓你進來嘛 那陳廷飛硬要進去嘛 所以政國會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一次主義的不是你 開除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一次721的 所謂的中常會的這時席 還會有過往 百家 真名 各自派系 都有一席的情況是嗎 我覺得看起來應該很難 但是另外一個事情是 我覺得那個鄭文燦 你們可能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高等法院 他可以撤銷原判決 自圍裁定 他不用一直在跟你回來 今天我高院 如果我真的要壓你鄭文燦 我就把你地方法院撤銷之後 我高院可以自圍裁定 我就直接壓啦 這就代表著 如果這一次 現在又抗高 如果這一次高院已經不再發揮 而是自圍裁定 那你就知道 誰的主觀意識 一定要壓 那個 這個鄭文燦 這麼強烈 歡迎收看各位的時刻 BIVO 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 辦鄭文燦 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 剛剛講的鄭文燦 何許人厭 以前這麼講的大哥 他曾經是蔡英文 最喜歡的愛將 蔡英文講什麼 他是胖粥魚 對他 兩個人關係是非常好的 就沒有想到你今天辦到他 那以前有沒有辦 我們現在知道說 原來現在 民進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吳宗憲他曾經當過檢察官 他在當檢察官的期間 他在哪裡 他就在桃園地檢署 那在桃園地檢署的時候 鄭文燦剛上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盯著所有的案子 當時真的 針對鄭文燦的案子 開始進行查辦囉 查辦辦一辦 真的辦到一個案子 這個辦子辦完以後 真的雷聲大 餘點一笑 雷聲大 餘點一笑 就算了 他就被冷凍了 他本來有機會 去升主任檢察官的 全部都跟主任檢察官 擦身而過 更可怕的是 當時幫他所做個辦案的 所有的調子人員 全部頭銜閃至 全部外派了 對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胖周宇是誰 他就是桃園的市長 兩屆的一個市長 所以他被桃園地檢署 自家地檢署辦 大家嚇傻了 你看這八年以來 有碰過他案子的 下場最後就是怎樣 最後就是離開地檢署 頭銜閃至沒了 對 甚至最後就是 離開了檢察官的事務 像這個國民黨不分區的吳宗憲 最後決定投降 離開檢查體系 所以他會被桃園地檢署辦 大家是嚇傻了 因為他一路以來 他提拔了非常多的人 難道他在解掉系統裡面 竟然是一次兩個月 被清掉了 對 就把他一鏟子鏟掉嗎 所以這事情的話 對他的衝擊才會這麼大 而且你剛剛講的 吳宗憲的條件是非常好的 我剛剛講 他有法律的專業 他有經濟的專業 所以他在辦經濟犯罪的時候 而且他是檢數小組 檢數素黑 素胎小組 對 這個都是剛剛講的 選這個水柱 萬中選一 特別被挑選出來的人 結果 就是因為辦了鄭文燦的案子以後 他所有的升遷 全部被擋掉了嗎 對 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吳宗憲那個時候呢 不是第一次去辦這種案子 他本來就是黑金檢數小組 所以呢你黑金檢數小組 你今天有個案子可以辦到市政府 有個案子可以向上燒到市長 那對地檢署來講 那是不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案子 這是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這案子如果get up 辦得好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主任檢察官會升官 你的下院檢察官會升官 你的檢察長也會升官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吳宗憲那時候辦下去的時候呢 大家嘴巴上都對他是充滿了鼓勵 可是下場最後到底是怎麼樣 你是要踢到鐵板了 對 真的是踢到鐵板 那個時候呢就辦到了一個人 這一個人叫鄭義雄 外界都說他是 市長的乾爹 市長的乾爹 所以呢 辦到他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辦到鄭義雄 對 鄭義雄的案子 其實非常的小 才十萬 那個時候呢 因為他是市府顧問 然後呢被吳宗憲他們就查到了 欸 有一個違章工廠 可是後來呢怎麼沒有處理掉 那違章工廠竟然活下來 活下來是因為 鄭義雄找到當時的金發局的副局長 然後呢匯款了 有十萬元的匯款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你想想看喔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鄭文燦 他非常親的人 然後呢又可以辦到金發局的副局長 所以當時候 吳宗憲那時候有沒有想法 那就是要傳誰來啦 傳誰 對 傳鄭文燦嘛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他有這個想法之後 他後來有接受訪問 他說他有這個思量 可是沒有傳下去 那代表什麼意思 被擋掉了 被擋掉了 然後被擋掉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案子最後就不了了之 十萬元的案子 最後就這樣子過去了 沒了 好 就是沒有咬到鄭文燦 好 重點來了 重點是辦了這個事情的話 就算沒有咬到鄭文燦 那你是一個黑金檢數專責的檢察官 你辦到市政府的案子 辦到副局長 那你是不是應該馬上升主任檢察官 沒有 他多次有機會晉升主任檢察官 最後都煞雨而歸 他每一次都在圈選名單 每一次長官的筆 呃 就跳過了 沒有圈到他 好 他就升官無望了 升官無望 代表大家 我們要跟大家講 這種檢察官升官無望會變成怎樣 你不能升二審的 你不能升這個主任檢察官 你就沒有機會到高檢署 你就沒有辦法去二審 你最後你就會留在地檢署 變成資深檢察官 資深檢察官 你的作物 你要做什麼呢 你就是每天坐在窗邊 像是窗邊的小豆豆一樣 看著外面的雲 以後你的主任檢察官 你的長官就是你的學弟 你想想看你過了下去嗎 所以他最後是沒有辦法再檢查體系 他不是說我要重振我幹嘛 他是待不下去的 你說因為辦了這個案子 碰到了文燦 他在整個檢查期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了以後 我本來想 那你到了侯友宜的所謂的法治局局長 應該在想你跟侯友宜宜的時候 他說沒有 他完全不認識 因為他已經沒有路可走了 本來他就想去當律師 可是他又不甘願 所以他才去當法治局長 而且當了法治局長 他說 我一個月的薪水少多少 我一個月的薪水少五萬多元 對 其實他當初來講 他是有財經的一個專業知識 又有法律的這個碩士 他那個時候投入這個檢查體系 是雄心壯志 因為他是雙碩士 對 他有法律跟財經的碩士 對 但是沒有想到碰了鄭文燦的案子而已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法界的人怎麼講 沒意思 也沒有傳你來 想想都不行嗎 你知道嗎 他經歷了非常多的長官 就是升不上去 所以他最後離開 真的是煞魚而歸 他是混不下去 所以只好到這個新北市的法治室 而且他說慘在不是只有他 他就講說 我就升不上去 但我還就一直在桃園地檢署 他說恐怖的是什麼 當時負責偵辦的桃園市的 調查處的調查官 對 所有相關人的全部外派 哪裡遠你調哪裡 哪裡冷你往哪裡丟 所以從那件事情之後 有沒有人敢碰胖周宇的案子 不敢了嗎 你真的是連胖都不敢胖 吳仲仙自己講了嘛 把手伸進來各個系統 所以不敢講話的人很多 你問我說 我當年辦那個案子 有沒有受到壓力 我只能說 我非常不爽 非常不爽 從此之後沒有人敢再碰他的案子 但是這個案子竟然在101年 107年就是2016年2017年那時候 竟然有人把這個東西辦了下去 今天吳仲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案子 他這個案子辦下去了以後 就沒想要踢到鐵辦 讓他這一輩子升官無望 升官無望我只好去 離開我檢察官的系統 本來他有律師資格 他爸爸也是律師 照理講我也可以做律 他說我就不敢關 我就知道有人喜歡當檢察官 這是我喜歡那種衝撞的感覺 我喜歡那種破案的感覺 結果你把我的人生全部都毀掉 對不對 然後這個案子更妙了 這個案子根本沒有人討論 這個是華雅科的一個案子 華雅科這個案子 我們講在很多桃園的案子裡面 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案子 結果這個案子很妙 這個案子原來在2017年發生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結束了以後 照人案講這就死案了 這個案子也沒有人提起 而且這個案子沒有人敢辦下去 可是沒有想到的到了今年的5月 桃園市政府的經發局就說 我們接到了檢調單位不斷來講 我們下來查案子 把單子丟出去 結果到了5月把東西丟出去以後 6月相關人等全部被約許 約許了以後 很多都被積壓禁件 積壓禁件到了7月 就選擇哪裡 選擇鄭文燦生日之天 要把它給壓起來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案子 這是一個土地的一個變更案子 這是華雅科 其實在桃園來講 這個算是大家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桃園有兩個 一個是航空城 第一個它非常的大 第二個是小快線 因為它非常的特別 這個華雅公的案子的話 其實這個科學園區 它原本就是要把它改成土地 把它土地改成科學園區 然後這一群人 他們叫什麼 叫私地主 他們在旁邊有一塊小小的地 它這個小小的地 其實就是農地 甚至有一大部分的墓地 所以墳墓的地會有價值 恐怕價值不高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在2017年 那時候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華雅科它這個地方要擴大 擴大的話我可不可以來挖一下 我可不可以跟著你一起變更 如果我的農地 我的墓地變成工業用地的話 哇那個價值是直接清水變雞湯 有人幫他算過 如果整個下去的話 大概有四五十億的一個利潤 所以這些人就一個牽著一個 一個牽著一個 弄了一個這個重劃會 重劃會裡面就湊了五百萬元 然後想盡辦法找到了廖家人 廖家人就是跟這個任務廠比較熟的 聽說他們是有把這五百萬給送進去 那送進去有沒有辦事 桃園市政府是真的有辦 我覺得恐怖在哪裡你知道嗎 今天不是送到了法院 法院不是講說你五百萬 五百萬元保釋嗎 五百萬元保釋法院怎麼講 他現在有監聽的議員 有這個所謂的拍照的錄影帶 而且你在某年某月丟把這個錢丟進來 在某年某月的時候把這個錢給還出去 而且他還說連廖俊 我們剛剛講的廖姓人士 連廖姓人士帶著小孩進到了鄭文燦的家裡 把都交代了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整個過程整個流向 整個金額整個數字 都已經在當時被完整的掌握了 你送進去被掌握 你最後被中央把它退回來 就是審議沒有過 沒有辦法一起變更的時候 你又把錢給還回去 你2017年送錢 2018年還錢 你竟然清清楚楚都被掌握 而且是有倦債 然後這個案子就不見了 對 特別的是你這個案子 你竟然如果這個東西金流也掌握了 然後所有的藝文都掌握了 你怎麼會不見呢 但就是不見了 過去從2018年到2024年 歲月靜好 一個這麼完整的案子 一個有偵查作為的案子 最後竟然結束了 更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已經已死的案子 我覺得啦 搞不好連卷宗在哪裡 大家已經都搞不清楚了 經過了這八年的 他又活過來了 竟然有一個秘密證人 然後呢 據名檢舉 告訴大家說 有了這個案子 然後當初是怎麼辦的 這個案子又活過來了 在一個月的時間 竟然 熱熱鬧鬧 然後呢 胖宗也回過之後呢 直接把他抓到桃園地檢署 現在來講的話 很有可能會有積壓 而且從這個案子來 就撿到單位後面都有一個神秘的手 這個神秘的手可以讓你的案子消失 這個神秘的手也可以讓你的這個案子復活 剛剛不是講到吳宗憲辦了那個案子的時候 那個神秘的手把你壓下來 壓下來以後 我可以讓你吳宗憲走投入 但是現在這個案子 同樣也有一個神秘的手 這個神秘的手 居然到了非常高的單位 這個手非常關注這個案子 這個手等於說是把所有的認渡LMI全部打通 剛剛講 這個案子不是已經被指淡了嗎 這個案子都已經從2017 2018都已經停了 妙的是2017 2018 該有的卷宗 該有的調查 該有的監聽 該有的拍照 他全部都有了 這些有的資料裡面 送到一個人身上 叫陳嘉義 而這個陳嘉義 他是在檢察官中冷門的冷門 對 沒有人注意他 結果這個案子居然到他手上沒人想像的到 結果他就把他給賓購了 好 我們一開始講的 為什麼我們講胖周宇 他會在台北 他會在桃園地檢署辦 這非常離奇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直以來 他就是桃園的一個市長 你說要辦一個桃園市長 要由桃園的地檢署來辦 這是非常困難的人 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誰來處理 總長來處理 總長就是北檢體系出來的 邢泰招是北檢體系出來的 剛好桃園的檢察長 余秀端 以前是台北地檢署的香月主任檢察官 我們跑檢調的時候 他就是香月主任檢察官 加上 有一個姑娘檢察官 就在你桃園 姑娘 對 這個人非常特別 他在辦一個案子 辦一個院長的一個 一個桃肉稅 無意的桃肉稅的時候呢 他竟然被關說了 竟然被壓了 所以呢 他非常的不高興 就網路上寫了一篇說 法務部長 關說 檢察長 施壓 小小檢察官 跟自己的長官對幹 對 最後他有個什麼下場 最後他的檢察長 被他點名的檢察長 就是下台了 下台變成檢察官 可是你想他會好日子過嗎 沒有嗎 他真的沒有好日子過 你自己 你把你高 自己的檢察長給弄掉 從此他在 台北地檢署就變成姑娘 所以呢 當北檢系統 聯合起來之後呢 你要找到誰來殺 這個殺手 就是陳嘉義 沒人注意的姑娘 就是找到姑娘 就把他給殺下去 所以呢 這一次鄭文燦 可能自己也死掉未及